从第一句寻货的黑盒子 解读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录音 纽约时报引述一名法国高级军官说法 直指在德国之一航班坠毁前 有一名机师被锁在驾驶舱外 无法进入操控 纽约时报道指出两名机师的对话没有特别之处 目前暂时不了解其中一名机师为何要离开驾驶舱 坠机原因的资讯还是太少 机上第二枚黑盒子装在尾翼下方 外面用金属外壳保护 搜救队已经找到扭曲的外壳 要找到记录器实体 相信只是时间的问题 当局排除了空中爆炸的可能性 研判这般A320客机 应该是整架直接冲向地面 导致最后撞山 所以残骸近乎粉碎 但机师为何没在坠毁前 尝试联络塔台 原因仍不明朗 同时因为飞机坠毁地点 地势险恶 搜救可说难上加难 法国 德国 西班牙三国领袖 也搭乘法军直升机 亲上火线探访搜救人员 事故现场不久后将会下雨雪 天后能见度会更加恶劣 搜救队只能分秒必争 加快救援脚步 记者无线上波动